今晚我也一起等候 茉莉花绽放鱼茶的入口 这个太冷了 非常有质疑感 这边有大概多少的花 一千斤 从这一堆呀 五百斤 那花跟茶的名利是什么 说不准 好的茶也是可能是一比一 差一点的可能就是 一比零点六 六成零点六 我这盘子对不对 刚不标准 我不知道 茶深一点 对 很标准 是不是 就像我这样 制茶师们在不断的堆花和摊花中 粉厚茉莉花绽放土香 与绿茶融合 想象着这些茉莉花的一生 好短暂 不仅想到我们 这一生啊 工作 生活 到底也是活一回心境 你不能左右天气 却能改变心情 快乐的看待世界 就会多一份自信 少一份失望 看待得失 才有闲心 品味幸福 原来是茶叶跟花呢 吸收了花的水分以后 是 那经过空干净以后 茶叶就是特别的干了 林徽音说 世间有一种爱 不叫拥有 而是温暖 即使无缘夫妻 也温暖一生 茉莉花茶的音质 让花朵与茶叶 多次亲密接触 又理智分开 但花与茶 早已骨血相容 不离不弃 余生岁月 茶叶延续千年香味 始终如一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